那柯文哲這個甲馬自重 甲馬英九儀令諸侯 這個算不算高招 那現在又傳說 如果明天談不攏的話 哎呀朱立倫有備案 朱立倫要出殺招了 要全面開戰了 不接受我的六四筆 我就跟你這個民眾黨 戰到底了 以朱立倫之前對這個柯文哲態度 有可能會戰到底嗎 聽說還要利用蔣萬安 來戰這個柯文哲 有可能嗎 你怎麼看 是這個先詢問靜民哥 要不要加入民主大聯盟 民主大聯盟 民主大聯盟對不對 讚讚讚 吳靜寅也說讚 整個狀況是這樣 我覺得國民黨的現在分裂 此時時刻分裂了 對不對 這個分裂叫做來自遠古的分裂基因 這個遠古的分裂基因 從什麼時候就決定 從國民黨來到台灣的 那一刻就決定了 他的原因是本省藍 跟外省藍之殺 對不對 剛剛大家會討論什麼 什麼叫本省藍 什麼叫外省藍 很簡單啦 外省藍就是馬英九 韓國瑜 陳長文 蔡正遠 邱毅 外省藍這一掛 就是所謂全民調掛 對不對 本省藍是什麼呢 來自於侯友宜 李乾隆 王金平 對不對 剛剛靜宜有疑問吧 為什麼這個侯友宜 看到這個外省藍 你都沒脾氣 對不對 國民黨長久以來就這樣嗎 你講台語的小平頭 看到輸西裝頭的 超外省腔的 天生在國民黨都低了一等嘛 你傾差光仿耶 真的啦 高級天龍人嘛 對不對 你侯友宜嘉義爭咖 台語講國語的亂七八糟 對不對 我馬英的怎麼喬得起你 湖南咧搞這個狀況 對不對 鳳化的魚還會逆流而上 你哪條魚 大甲溪 蛤 大甲溪 我鳳化咧 就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他們天生上 在遠古的基因就不一樣 那遠古的基因不一樣 有時候在利益一致的時候 會合作 可是這個是原因 基因是什麼 這一掛就長期往中國跑 往中國跑的時候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所以這東西就跟中國 更加友好 那王金平 李潔龍 就沒有在搞中國嘛 對不對 那這東西就很基本 原因是來自於這個 遠古的分線基因 本省藍跟外省藍 基因是來自於是 長期跟中國交流 所以中國的信號 這些人接收到了嘛 所以接收到之後 就來逼宮侯友宜嘛 對不對 那逼宮侯友宜的過程中 就讓侯友宜很難堪嘛 侯友宜照理來說 他警察的體態 應該對著馬英九嗆嘛 對不對 可是從小訓練 就虛擬他聽到外省要立正嘛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 以前就如此歧視 外省侯友宜來說 敢舉一把眼淚 好 這國民黨內部有大分裂 可是慘的事情是什麼 連萊茵的媒體也分裂了嘛 萊茵媒體也分裂了 萊茵媒體也分裂了 哎呀 這個是聯合報監的 的的的的的的的 叫什麼 民調嘛 對 很多人在解讀 剛剛這個解讀只要解讀一件事 解讀什麼東西 解讀啦 侯柯沛 柯侯沛 支持度不相上下 下一句叫什麼 都贏賴清德嘛 這個聯合報名都在做什麼 做侯柯沛 柯侯沛民調嘛 都說你只要一個人當副手 你又一個人當正人 你們都會贏 你們拆開來 你們都是歷史的罪人 所以下面短評是什麼 藍白若合作 形成新的支持基礎嘛 對不對 所以這叫什麼 藍白和民調 對不對 在促成什麼 藍白和 站在馬英九這邊 好這聯合的 忠實昨天說什麼 馬拋全民調 藍鷹炸鍋恐釀黨分裂 下一個藍鷹團結挺喉 別把披霜當兩要 這什麼挺喉的嘛 有沒有太分歧了一點 有沒有太分歧了 太分歧了一點 所以辨説說 現在國民黨分裂 這叫做結構性的分裂 對不對 有遠英 有靜英 有媒體 這種結構性的分裂 那在這樣狀況之下 這個會發生什麼事情 先確定 我把大局勢跟他報告叫 結構性的分裂 他確定這個狀況 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 不要講人家是狗 人家講人家猴啊 那派猴啊 那派猴啊還是出來對不對 殺人嘛 咬人嘛 黃靖明氣啊 對 蕭旭成出來說嘛 國民黨這兩個月最大敗筆 就是打柯文哲 如此相怨的講法 我會算是第一個聽到 國民黨跟民眾黨 兩個人的標的搶食的大筆是一樣的 你不打柯文哲要打誰 對不對 所以蕭旭成出來 然後質疑金服衝 都不讀不回 也是罪人等等的嘛 主戰派 就是說全民調派就要來攻擊啊 那拍謝 朱立倫我坦白講 現在是疊對疊 朱立倫也是高手 朱立倫是最後一代國民黨 宮廷政治的玩家 朱立倫是三招 第一招接收全民調 或是六四開的全民調 對不對 然後還備註一次 我已經改三次了 對不對 我退三步了 德國變成日本 然後變成六四 對不對 我退三次 你不要趕快假笑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明天中央會直接老子不開 對 延期 對不對 明天中央會老子不開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我們要做政黨協商 那你就不會早上政黨協商 對啊 對不對 一整天那麼長時間 早上十點 早上十點 那就更扯 那跟中常會有什麼關係 是啊 那應該玩呢 我是主席直接沒收中常會 你以為我不知道 馬英九在想什麼 想要找一些中常委提案 對不對 提案說要全民調 對不對 老子直接沒收 直接沒收 對不對 第三條說什麼東西 政黨協商 你早上十點 準時政黨協商 對不對 我保證 我保證唯一有的共識 就是下次開會時間 好 他出來 我覺得 然後最後說 我覺得講得不錯 下次什麼時候開會 我們禮拜五再碰個面 好不好 然後拖過就過了嘛 你明天要不要時間 要嘛 對 我坦白講 我覺得第一天就是明天的 就明天的啦 你禮拜四再開一次 為什麼落賽 五六日怎麼搞 對不對 我保證 侯友宜 禮拜一 早上七點半 就等待中選會門口 鐵門一拉開 太好了我要放進去 生平煮成熟飯就沒事了嘛 沒錯 真的是就是這樣 朱立倫就在拖嘛 好 那這樣狀況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問個最簡單的 金平哥選到最後 如果柯文哲第二名 你去投票的時候 你會投給柯文哲嗎 怎麼柯文哲選到最... 柯文哲如果現在是支持度 第二名的話 對 如果選到一月十二 然後柯文哲第二名 如果我不準啦 我一定會投侯友宜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就是忠誠愛黨的黃金平 就是我這樣選擇嘛 所以我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兩邊打出火氣了嘛 沒錯 對不對 金平哥連狗都說出來嘛 我最多說話嘛 對不對 要告告金平 你看今天... 他不怕 他生氣了 信傳媒囉 又是胡志凱 兄弟 跑國民黨的大咖 柯文哲五大亂部 瀾營 不重要 來這邊 藍營主戰派抓狂 這個主戰派就侯友宜這邊 寧可保送賴清德 我昨天講氣喉保賴 有沒有對 寧可保送賴清德 裡面說什麼 見到馬英九韓國瑜 等人都沒有支持侯友宜 朱立倫德德國犯 反對柯文哲何惡有加 萊營主戰派氣得直跳腳 一位主戰派人士說 就算保送賴清德 也不能讓柯文哲整晚捧去 並指馬英九根本叫做 正前倒戈 那時候就記者就會問啊 可是你保送賴清德 難道不擔心兵凶戰危嗎 主戰派人士說 民進黨都只在八年了 八年老共都沒打來 以後也不會打來 哇這個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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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主戰派人士直言 馬英九韓國瑜都是受中共影響 而跟柯文哲連成一些 這不是一事五零的陰謀 對喔 國民黨內部也覺得 國民黨內部也這樣覺得 有老共在操縱喔 本土派也這麼想喔 國民黨這一次 哇我真的覺得藍綠和解 看到馬英九 那下一句重點 所以國民黨這一次必須跟民進黨分進合集 壓制民眾黨 合作一下來加入民主大聯盟 我們跨黨派 跨世代 跨領域就是你好不好 也不能被中共下指導期才能撕掉 親中賣台標籤 這簡直是觀念太正確了吧 是喔 對不對 很難得國民黨會醒過來 我從2012年加入國民黨 對不對 到2020年被開除 2019年被開除 到後來持續關注國民黨 從來沒有一段國民黨的觀念 如同這段這麼正確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念完這段意思是什麼 不可能有氣保了嘛 對 有兩邊殺出火氣了嘛 而且兩邊對於柯文哲的厭惡 對於馬英九的厭惡大過賴清德嘛 因為民進黨執政都沒打 以後也不會打 對他講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 馬英九真的是 我坦白講 馬英九在想什麼都知道嘛 一是老公下指導期 對 二他在找尋他的歷史定位嘛 有我馬英九國民黨就團結 沒有我馬英九國民黨一盤散沙嘛 他的偶像情節又來了嘛 偶像病又來了嘛 坦白講我覺得 馬英九是國民黨的千古最難